按右键插入模组 不过插入模组上方有个叫什么 插入主要那个表单是从什么 自定表单这边 OK也就一请你什么 在那个一样跟插模组一样的动作 只是说我们就选上面这个自定表单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帮我产生 按右这边把它点下来 插入一个自定表单 这个时候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 类似一个这个叫表单 那这个表单当然你如果直接执行它 上面有个执行它会秀出来 上面没东西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让你要放的选项在上面 所以我们要怎么把它关掉 我恢复了 所以这边可以执行 所以现在没东西 所以我们待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在上面设计一些东西 然后让它执行的时候 让使用者去填一些资料 OK所以 第一按右键 新插入自定表单 二的话呢 那我们习惯是由外而内 那怎么由外而内呢 第一个就是 我要先 我们可以参考什么 这个云端上面这边有个设计表单 将Excel当成资料库存资料 这边打开来 那其实上面我们就是完成第一个画面 像这样子 你会发现有哪些地方要去修改的 第一个的话我们由外而内 外面有哪些 第一个 这个上面好像不一样 还有呢 背景颜色本来灰的 我把它改成绿的好了 浅绿色 那怎么做 OK 1请各位 插入这个表单 2的话上面改成绿系统 那怎么修改 请你呢 找到什么呢 右左下角这边有一个叫属性的 那目前呢 这一个表单叫user name叫user form1 那它的左上角这个东西 有另外一个属性 其实属性就设定 叫做caption 所以C开的caption 这边的话请你改成什么 比如说我要把它改成成成绿系统 所以你就在这边 输入成绿系统 四个字 按个enter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caption 成绿系统 enter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1 这个就帮我改掉了 1就OK了 所以要插入那个制定表单之后 修改caption 叫成绿系统 OK 那再来的话呢 背景颜色 如果灰的看起来不太好看 如果你不改没关系啦 如果你要改怎么改 其实顾名思义 这个东西 就是它的背景颜色 因为这个属性怎么样 它因为都是英文名称 所以其实你可以 如果你看懂基本的英文应该都知道了 它的背景嘛 背后的颜色嘛 背后的颜色呢 这边有没有单字叫back color 有没有 所以其实呢你就知道说 back color 那我就怎样 我就直接选它 然后点调色盘 选一个颜色就可以了 诶 有没有 变绿色了 特别是哦 底下所有的这些 这些属性都是可以拿来做设定的哦 只是说我们暂时没有用到 如果你将来要用到 请你按照上面的意思 去推敲 我想应该还是可以做出你要的效果